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种比核武更危险 更具毁灭性的新型武器 正被各军事强国紧络密鼓的研发 这就是高超音速武器 高超音速武器能够以6000千米的时速机动 从而令现代化法导防御系统无论有多先进 都对其无法够周时置信威胁 超音速还有一个重要优势 就是它可以极大缩短 拥有国下定反击决心的时间 现有反导防御系统的敌方导弹的拦截原理是首先计算对手可能攻击的目标位置 之后在那里集中兵力实施抗击 而如果敌人改用高超音速武器 那么这招就是零了 因为当敌方导弹时速超过5000千米后 即便最强大的计算机也无法及时跟踪 预测出前者不断变化的轨迹 而在一方失去恶制手段的情况下 另一方忍不住使用超音速武器实施先发制人 打击的几率会显著提升 俄罗斯研制高超音速武器的传闻何为由来已久 而俄军方也从未否认这一点 2018年3月1日 俄总统普京公开介绍 俄在野的最新高超音武器系统前锋 趁此类武器能在筹力大气层完成飞行 速度可达约25000千米每时20码 赫 前锋搭载的飞航模块能最新改变航向 可偏离既定轨迹1000千米 如此大的政府让任何反导防御系统都完成墨迹 俄美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评论着 普京总统介绍的俄最新高超音速武器将是美导弹防御系统 及其部署的400枚导弹瞬间变成废物 美国人同样在继续试验高超音速巡航导弹X-51A 但速度较前锋低太多 大约不超过7500千米每时约6码赫 另居俄罗斯联统网报道着 美媒在对美俄高超音速武器引发 进行详细比较后 承认俄罗斯确实领先一步 美军尚无同类武器服役 美军战略司令不司令J-1 海腾也坦言 目前我们尚无任何武器 可以应对俄军的前锋 匕首等高超音速武器 尽管发布了相关视频 但与俄方此前高调量下的战略轰炸机飞行和大规模演习不同 高超音速导弹试验的细节 仍是俄罗斯政府小心翼翼 保护的核心军事机密 然而7月20日 俄生意元报网站 却曝出一则惊人消息 俄联邦安全局正调查 与俄高超音速武器 技术泄密 有关的盘国事件 从日据俄卫星网报道 俄联邦安全局当天上午突击搜查令俄宇航集团下的两个重要科研单位 中央机械制造研究所和联合火箭航天公司 以便将向西方情报机构 卸密的言鼠揪出来 随即 俄国家航天集团 在官网上发布消息称 中央精密机械研究中心工作人员 反国案与2013年的事件有关 未在该时段参与工作的员工没有嫌疑 调查部门对中央精密机械研究中心 现负责人没有疑问 去俄航空领域消息人士向媒体透露 俄情报部门对数十人进行排查 一找出究竟是谁在与西方情报部门合作 俄美普遍猜测 遭到泄露的可能是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和先锋高超音速滑翔武器的突指 而这两种武器都具备突破美国线右导弹防御系统的能力 据俄生意人报网站报道 7月23日 其14岁的俄航空火箭技术专家 维克托库德利亚夫采夫被莫斯科法院起诉 罪名是向北约的透露 俄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的一些机密数据 据悉 库德利亚夫采夫就职 与俄航天集团下属的中央机械制造科研中心 曾多次负责俄战略武器的研制项目 虽然前者负责的主要是匕首导弹的流体力学结构及外形设计工作 但这也足够让西方国家掌握盖情导弹的主要参数及弱点 这庄舰点案共涉及俄航天系统的12人 比如暗线曝光后不久 俄航天集团研究维系中心主任的米特里佩松就递交了辞城 因为他与库德利亚夫采夫有过密切交往 必须作为证人接受调查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来俄专家叛国事件已发生多起 2015年11月18日 莫斯科法院以叛国的起诉物理学家马克西姆柳、多莫斯基 前者曾参与阿玛塔坦克的研制 该型坦克是世界上首款第四代主战坦克 性能足以媲美欧美先与主战坦克 新一代主战坦克尚未大规模列装 相关机密就遭泄漏 此事对俄举来讲是个不小的打击 无独有偶 2016年9月26日 俄航空动力学专家弗拉基米尔拉佩金 也因叛国罪遭到逮捕 但相关系结仍处于保密状态 俄媒分析指出 平巴的科研人员泄密事件 与近些年来俄经济低迷 科研经费减少有较大关系 但不管怎样 任何国家对出卖国防核心机密 对任何事都知零容忍态度 俄罗斯也不例外 据知情人透露 很多俄航空系统领导人将监视其中 调查和处理工作 不会局限于解雇几个人的事 俄联邦安全局更公开宣称叛徒不可原谅 发誓将言成一切泄密者 作者含蓄 感谢您的观看